肺炎疫情席卷全球 俄罗斯 乌克兰限制小麦出口 越南 缅甸 稻米出口配额 全球粮食供应出现危机 台湾粮食安全有保障吗 罗绘会宣布台湾稻米 至少能供应20个月 但是小麦黄豆玉米全都养贷进口 面对肺炎疫情可能持续延烧 台湾粮食政策如何调整 周晚间八点难不开讲 国际粮灾烧到台湾了吗 面对肺炎疫情 粮食安全有没有保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